好的,今天大家顾名思义 咱们联系到一本名著《教魂》 这是孔非利先生写的一本 可以说是历史学的著作吧 但也有很多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思考 那么这本书可以跟比如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做一个对比 很不一样 因为孔非利他是所谓的中国视角 用的全是比如说这本书用了很多清朝的一些档案 甚至是前农爷的猪批 黄仁宇更多的是比较偏西方视角 用现代性或者是数字化管理这些概念 所以这本书我们可以结合最近我们看到的明粹浪潮 就明粹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 咱们就绕开一些比较敏感的时期 直接回到1768年前农爷时期 这个应该不敏感 这本书也可以在各大图书市场买到 大家也可以自己仔细去读 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这本书 首先回顾一下 这个《粉红除伤害》 这个《伤害》现在大家都经常谈论 《周祖除伤害》那部电影 《粉红的伤害》第一就是莫言 觉得莫言犹辱革命先烈 但其实我想说 像这一系列的作者 现在国内不管是畅销的 还是有名的 还是拿过大奖的 包括于华 包括莫言 包括延年科 还有包括第一个用中文写作 拿诺贝尔奖的在法国的作者 这些人其实 怎么说呢 他们写的东西其实 对于很多人来说 不一定很新鲜 因为你会发现 国内很多作品 就是小说或者是虚构的东西 反而没有即时的好看 这是很多人的感觉 因为这些小说如果要发表的话 要出版的话 肯定是打了很多折扣的 这大家如果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传 如果你是80年代90年代出生 有可能你对历史不是特别了解 但如果你稍微年纪大一点 应该会了解的多一些 如果你虽然是80后90后 但是你读的历史书还比较多 那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这一次对莫言的攻击 我觉得就有一点打破了之前的一种平衡状态了 对吧 就是这个作品 它是作者 他追求他的艺术创作 还有对历史 或是对自己经历的一个忠实度 同时你还要跟审核部门要有一个碰撞 对吧 那么这么多年来 甚至有很多地方政府 都会大规模的采购莫言的书 发给公务员去读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衡已经达到了 但是最近你会发现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 短视频的兴起 曾经比较沉默的这帮人 他们起来了 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权力的幻觉 所以这个让我想起了 1768年这场风靡 整个前农爷的大清王朝的 这个召魂事件 咱们可以回顾一下 这个周杵 一亥 莫言 二亥呢 就是农夫山泉 最近冲山泉也比较惨 先是辞去了董事 其实他的母亲好像最近也去世了 然后股价也暴跌 好像300亿港币蒸发了 这让我想起2006年 娃哈哈当时也被国内网爆 当时娃哈哈准备打算把部分的 他的这个业务 卖给法国的达能 然后当时就群起激愤 似乎要讨伐 这个娃哈哈 说娃哈哈的营养快线 是这个避孕套材料做的 当时很多都相信了 然后这个谣言也四起 最后娃哈哈也是 损失惨重 就是营养快线 这个销量降了一大半 然后过了十多年 这个命运又降临在了农夫山泉 这是第二害 农夫山泉 第三害就是清华大学 这个理由我觉得有点意思 就是说很多国内的一些高校 都被放进了美国的 这个禁止名单 就是来自于这些学校的 比如说一些高科技领域的人才 不能来美国一些大学 读比如说博士 或者是博士后 对吧 最近我们也知道 有好多这些一些问题 包括最近那个谷歌的工程师 对吧 那清华大学竟然不在列 看来清华大学跟美的关系不浅 如果他稍微知道一点历史 他也应该知道 清华大学确实关系不浅 这个清华大学就是 就更子配款 当时还回来的 然后又建了这个清华大学 但不管怎么样 咱们联系一下历史吧 然后介绍一下孔非利 这本书 教魂 这本书的作者 首先浓重的介绍一下 孔非利是英国人 他是著名的汉学家 是费正清的德艺门生 费正清其实对中国 跟美国建交影响是很大的 费正清甚至被认为是亲中派 在这个50年代 当时的麦卡锡时期 费正清还经常被指出 跟中国怎么怎么样 对吧 他是费正清的德艺门生 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也当过费正清 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 还是芝加哥大学 他是芝加哥大学PhD毕业的 博士毕业 远东语言文明系主任 之大的远东研究中心的主任 然后研究的主要是晚清的中国社会史 政治史 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领域的领军人物 在学术上很强调 中国中心观 他的很多一些概念都不是直接来自于 比如说欧洲史观或者是西方中心观 所以说在国内也挺受欢迎 如果你是研究历史的学者 你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他 至少你能够 你可以稍微跟他对比的 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这本书 万历十五年总的来说是比较西方史讲的 但教魂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中国味很浓 那么这本书一个特点就是以小见大 这也属于历史里面所谓的微观史 对吧 microhistory 主要是从乾隆年间一场小小的教魂案入手 提出疑问 然后逐步的拓展事业 最终展现了整个 康前盛世 社会三个不同的阶层 包括民间 包括官僚 包括皇帝本人 对吧 把这个特色展现出来 我们从这个特色 你可以做一些迁移 就有些东西虽然是大清王朝 当时民族主义还没有在中国掀起来 但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大家所追求的那个东西 或者是崇拜的那个偶像 只是变了一个花样而已 现在变成了民族主义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二元的世界观 我们和他者 人民和人民公敌 现在更加抽象 以前很具象 具象到有点迷信的感觉 这个教魂 对吧 捡辫子 对吧 待会我们会讲 好 首先讲讲教魂 这个民间确实 长期存在的一种说法 他们认为人的魂魄是可以被偷走的 或者是丢失掉 魂没了 很糟糕 所以要通过教魂把这个魂给教回来 那么这本书呢 讲的是1768年 就乾隆爷那个时期 33年 正好是乾隆爷 年富丽强 也是抗前盛世的顶峰时期 但是呢 一场教魂案 揭示了这个乾隆盛世 下面的一些问题 而且把民间搞得混乱不堪 那么他本身很荒诞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动荡 那么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怎么去应对教魂案 对吧 所以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他可以看得出有一些民间的东西 他就有类似于病毒的特质 他可以犯起来 可以传播 然后官僚阶层 他们怎么把这些下面的事情往上报 对吧 这面有大量的腐败 官僚阶层 他们的这个利益的考量 然后乾隆也充满了危机感 充满了恐惧 各个方面透视 这样的一个历史现象 另外就是当时的经济 虽然说人口大增 经济特别是江南地区很不错 但是呢 贫富差距扩大了 很多人可能生个病 就 这个 生活一下子就质量下降 对吧 当时还有很多流民 来自于其他地方进入江南地区的流民 造成了大家这种恐惧感 一种他者在那个地方 而且流民经常也搞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叫魂呢 这些都是对流民的一种恐惧 所以说表面看上去很繁华 但是呢 也酝酿着一些危机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本非常精彩的孔非利的民著 那么就话说 乾隆33年1月份 这个是1月份 还是冬天的下旬 在浙江 德青有一个乡下 准备要修一个小石桥 于是呢 就请了一位石匠 他姓吴 来干活 修桥 后来呢 又跑来了一个姓沈的农夫 一个农民 偷偷的要找这个石匠商量 请他把一张写有人名的符 一个符 像道士一样 贴符 贴在桥的桩上 然后呢 这个石匠就可以用锤子 往河里面砸这个桩子 那么每砸一下 那个写人名的那个人 他的魂魄就会被撼动 然后逐渐丢失 对吧 就当时有人相信 这个锤子没往这个人名字上面敲一下 符上的人的魂魄就会被震动 最后被震闪 这个吴石匠很好奇说 郑是谁 你干嘛这么恨他 这个农夫说 他想报复这个人 其实就是他的侄子 因为这个侄子一直虐待他 所以他很恨他 想一个法子 把他的侄子的魂给 直接砸散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吴石匠 他道德觉悟很高 就没有按照他的说法去做 反而去县里面揭发这个农夫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案件 而且孔非利是在清政府的官方史料中找到的 那么这也是第一个正式的被明确记录的教棚案 在官方史料里面 好 这个德清县领导接到了报案 立马就将这个农夫给抓了起来 罪名就是涉嫌寻衅之私 扰乱社会治安 但是呢 本来以为就是一个愚昧无知封建迷信 这种邻里治安的小事情 打个二十本就完了 没想到这个小案子一经上报 就造成了我们讲的 星星之火吧 毛星火 可以聊远对吧 那么这本书就是从这个一月份 一直到十一月份 这一共有十个月 从一个小案子最后慢慢的从浙江蔓延到了江苏 山东 湖北 安徽 荷兰 河北 最后到了北京 总共设计了十多个省 那么这里面的嫌疑人 不光有农民 还有和尚 乞丐 术士 农妇 什么样的人都有 而且主要是流动人口为主 就当时的那个他者是流动人口 我们可以想象现在的他者 对有些人来说 就是这个日本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公知 对吧 现在把这个他者 都 这个他者倾向于 稍微精英化一点 以前的他者是流民 现在的他者是精英 或者是外国 反正就这种感觉 好 这些作案的手段 一查千奇百怪 比如说打听陌生人的名字 结果就被抓起来了 比如说偷偷的剪别人的衣服 甚至是剪别人的头发 地方上这种案子越来越多 各省的地方大员 这个省上的大员 一般来说 他们位置还比较高 对吧 县里面的那些官员 可能就为非作歹 有的时候也是 故意把这个事情渲染 但省上的这些官员 一般都愿意稀释凌人 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迷信 对吧 但是 这个事情越来越多 加上这个皇帝得知了一些消息 最后呢 也只能向中央汇报 那么一开始 钱农爷还没把这个当回事 直到有人提到 说这些案子里面涉及的作案手段 是偷偷的剪别人的头发 对了 剪头发 钱农爷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的政治敏锐 度是很高的 似乎闻到了阴谋的味道 因为那个时候 1768年 距离清朝入关 扬州十日 家定三徒 也就大概一百多年 时间也不是特别长 大家可能还有一点记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当年那种留发不留头 对吧 留头不留发 这样的政治口号 可能 还有人记得 对吧 那么这个教红案 不管怎么样 不能涉及头发 剪衣服那些都无所谓 那么一涉及到头发 这就不光是教红了 这是谋反 对吧 特别是涉及到剪头发 那么大家都害怕被剪头发 对吧 那么 就会勾起大家 对于剪发这样的一个认知 就会勾起汉人对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的痛苦记忆 这样可能会动摇满足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对中原统治的合法性 可能就会亡族亡国 一想到这个 钱龙爷就坐不住了 不能够听之认知 农严大陆 所以钱龙爷对背后的敌对势力 感到担心 或许有一定的理由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那么从各地上报的情况来看 这种教红案 它在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地方 同时发生 相隔几十里 几百里 对吧 中间还有各种山川河流 竟然能够同时发生 类似性质的事情 这个就让人怀疑 并非偶然 当时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互联网 也没有短视频 对吧 那么钱龙还注意到 各地的教红案中 普通百姓殴打告发 抓获教红嫌疑人的群众运动 搞得热火朝天 就发现群众们 这么的激动 对吧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 统一发号施令 这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怎么可能这么轰轰烈烈烈的搞起来 所以说钱龙也也心生疑虑 好 那么这本书他就讲 到底有没有幕后黑手 在推波助男 对吧 孔菲利说有 而且是两个 是哪两个呢 其实就是当时社会普遍的两种群体性心理 就是群体性心理 这个东西本来就有 对吧 一种是恐惧 而且是跟社会现象 社会大的结构相关的 第一个是恐惧 就在全社会各个阶层里面 有不断蔓延的恐惧 另一个呢 就是欺骗 就是整个官场 有很多这种腐败 心照不宣的一种欺骗 从上到下 所以说钱龙也他猜对了一半 这个 整个幕后黑手是存在的 但是呢 不是具体的某个人 而是群体性的这种心理 当然跟教育程度有关 对吧 这一次你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 教育程度稍微高一点的 可能相对比较冷静 也不怎么发生 你看坐鞋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很多看上去 不管是 谁就是在那轰击 农夫山泉的 这种感觉 要么就是网红 要么就是无所事事的人 有这种感觉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教育案 怎么对应到不同的阶层的 这里面有阶层问题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群体性事件 就光一个阶层在那闹 其实作用不是很大 但如果出现了三个阶层 不同阶层 相互之间上下其手 这个事情就会 有进一步的发酵 这个我们也可以引以为戒 对吧 那么他分了三个阶层 第一个就是普通百姓 第二个就是各级官僚 第三就是最高的那个乾隆皇帝 先讲这个普通百姓 因为那个时候 乾隆也 那个33年 其实经济是高速发展的 人口也从之前的 一亿五千万增长到近三亿 据说是这个土豆 引入了中国 对吧 粮食问题 解决了很多 商业 贸易也很发达 流动人口也随之增加 因为很多农民想去那些大城市 去江南地区谋生 对吧 龚非力也称当时叫 杜金盛世 杜金时期 大家都在挣钱 但是呢 危机也是有的 就经济成果 首先比较脆弱 社会矛盾也在增加 主要表现在 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比较失衡 贫富差距大 如果生活刚刚达到安定水平 很容易就会陷入赤品 如果遇到一些困难 其实人人都感觉有巨大的压力 比较卷了 对吧 大家知道很多研究历史的说 中国这种王朝时期 这种内卷现象比较严重 人口比较多嘛 对吧 所以大家相互之间的关系 也比较紧张 你看人口从一亿五千万 到三亿 这个变化 所以社会上经常是这种 渊源相报的情绪 跟邻里之间 或是在乡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私人恩怨 孔非力他也研究到 当时的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是江浙的百姓 江浙地区的生活在全国 算是最富裕的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虽然很富裕 但是你也必须得 精打细算 而且得勤奋劳作才行 一旦遇上了天灾人祸 没有什么 当时没有福利国家 对吧 有了福利国家 可能还好一点 大家心里面比较安稳 但是大家属于那种 比较焦虑的状态 遇到天灾人祸 马上就会跌到贫困线 所以当时大家没有安全感 而中国的一些当时 比较落后的地区 日子就比江浙地区差很多 所以这些地区会涌来 大批的流民 就在自己的家乡 日子过得不好 过不下去了 就以各种形式 涌入江浙地区 所以江浙地区 本来人口密度就很高 生活压力就比较大 当时的居民就很担心 这些外来的流民 会干扰到他们的生活 把他们视为他者 The other 充满了警惕心灵 特别是流民中 还有一小部分 就只是混饭吃 所以就遭到当地居民的排斥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是 和尚 道士 乞丐 并没有加入到 融入到江浙地区的 劳动生产环节之中 有时候还会展示一些妖术 一些道士 混吃 骗喝 所以就增加了当地群众 对这些流民的恐惧和敌意 而且加上用妖术来摄取魂魄 本来就是民间 大家都相信的东西 广为流传 所以说一旦 听到有人在用妖术叫魂 这个群体的一种意识就被唤起了 对吧 而且这些居民逐渐地开始对彼此 就是有所怀疑 四下窃窃私语 广泛传播 跨越山水 对吧 不同的省份出现类似的一些案件 其实就是民间的这种传播 这个是一个机制 最后激起了广泛的群体暴力 对抗行为 对一些流民 直接把他逮到官府 所以孔非利就写到 这些居民对教育人的担心和恐惧 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 非常的惊恐 然后由于流民导致的群体恐惧 蔓延到全社会 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任何外乡人某一个稍微异常的举动 就可能会被当成施展妖术 叫魂 然后就会引起当地居民共同举报 甚至武力报复 所以说老百姓在流民问题上 心里是很脆弱很敏感的 好我们再讲中层 第二个阶层 也就是清政府的官僚阶层 就当时的清政府 建立了一百多年 然后随着天下逐渐太平 当时的官场的风气 地方官僚的行为 又慢慢的回到了明末时期的那种官场的套路 大家知道明末的时候 官场是比较混乱的 而且当时还有很多党争 对吧 那么很多时候呢 也是尽量的就是有事就不报 尽量的稀释凌人 确保自己的官职升迁 对吧 地方上那个楼爆炸了 对吧 不准记者去采访 对吧 享受优越的奢侈的生活 一旦出大事 被朝廷关注呢 就会推卸责任 要么就邀功 相互邀功 上下欺瞒 互相推诿 这是当时的官场的潜规则 这红案 刚刚出现的时候 江浙地区的一些官员 其实都没有当回事 但地方上的一些县官 可能想把这事搞大 本身数据就不是很高 但到了省一级 这些跟这些迷信 不搭界的 至少读过 独家经典的 有一定见识的人 是不相信这些东西的 他们大多就会选择 就是论事 简单处理 稀释凌人 但是这个案件越来越多 迫于形势 就不得不向上汇报 结果呢 这个消息传到中央 没想到引发了 钱农爷的重视 因为涉及到剪辫子 对吧 那么在上级 不断要求加大 查办力度的压力下 不少地方官员 就为了迎合上议 开始大肆的重容 甚至鼓励部下 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以便显示自己的忠于职守 工作业绩匪员 你看 就是比较中上的 这些官员 他会尽量的 把这个事 就事论事 但是下级的官员 深入到民间的 这些官员 他会嗅到一些东西 对吧 把这个事吵大 钱农爷也 鼻子很灵命 对吧 那么最上级的官员 整个官僚体系 就是当时钱农爷 身边的几个军级大臣 他们就 更是 知识文化各方面 都是 扛顶的 对吧 他们既知道 地方上那些官场的套路 又很了解 钱农爷的个性 所以说 在处理教皇案之中 他们最后起到 力挽狂难的作用 他们 以他们独特的方法 最后 在十个月的疯狂 猎屋的 全国群体 疯狂的这个状态下 是他们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这些官员 这些军级大臣 首先就是 深受儒家学术的影响 肯定就不相信 这些教皇 儒家 高级官员 不相信这些乡下的小把戏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也有丰富的政治阅力 也不相信有所谓 真正强大的敌对势力 但是呢 他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事 这个事情就是 这个消息既然已经传到了 钱农爷那儿 钱农爷已经把教皇跟反叛 联系在一起了 甚至要开始亲自指挥了 那怎么办呢 这些高层官员 一方面不愿意 因为这个教皇 而把各种荒唐的东西 搞到官场 搞到社会动乱 朝廷兴奉血雨 另外一方面 也不能不配合皇帝的指示 所以说想来想去 那么他们的选择就是 表面上装作很积极配合的样子 但实际上绞尽脑汁 扳出各种本事 对吧 劝诫钱农皇帝收手 当然既然收了手 还不能让皇帝丢面子 要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 曲线救国 对吧 好最后我们讲第三层皇帝 这个教皇案发生的时候 正好是康乾盛世 这个康熙雍正 都是通过大肆镇压 售卖人心 那么汉人基本上 就归顺 满洲了 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动乱 和战争 经济就得到了发展 中央财政实力也增加了 钱农爷期间 好像中国的这个GDP 在全世界是排第一的 所以说 放眼望去 钱农爷本人是没有看到 明显的敌对势力的 已经被他的前两任 基本上平定了 但是呢 钱农爷还是不放心 他觉得是居安思危 内心充满了各种忧患意识 各种恐惧感 主要是两个担心 第一个就是汉人 是否真正的接受满洲统治 会不会有一些风吹草动 就会接干而起 第二个就是满朝文武大臣 表面上恭恭敬敬 唯命是从 但是有没有合伙糊弄他 他也知道 官场上 经常欺少门下 对吧 是不是只会报喜不报忧 所以这个案件 一旦跟剪头发挂上钩 钱农爷就高度警觉 特别是这些叫红案 大多都出现在江浙地区 而且江浙地区 是以前反清复明的老根据地 对吧 扎定山徒 对吧 所以说钱农爷 担心有人在煽动破坏 有敌对势力 那么孔非利他研究 钱农爷其实也是非常巧妙的 他研究的是 钱农爷的个人心理 而不是这个官僚体制 怎么去传达钱农爷的圣意 所以他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研究 钱农爷的猪批 什么叫猪批呢 就是下面的各级官员 会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 向钱农爷递折着 那么钱农爷会用红色的墨汁 写下自己的阅读感受 就是就相当于大家发表评论 对吧 建议或者是一些命令 所以说这些猪批内容 也不是由官员写的 也不是太监草拟的 对吧 而是钱农爷 他自己的第一反应 第一印象 也不是他反复思考的结果 所以说很直接 毫无顾忌 也没有人会去翻阅 对吧 所以态度非常鲜明 所以通过看猪批 可以了解钱农爷的第一反应 可以看得出钱农爷 内心当时是非常困惑的 非常焦虑的 他害怕有人通过教宏案 引发社会混乱 将人们的注意力 转向剪头发 这个敏感的话题 重新燃起汉族人 对异族镇压的怒火 最后呢 在9月7号的时候 看1月份 到9月7号 已经过了大概8个月了 钱农爷就给七审巡抚 发出了上誉 明确将剪头发 和教魂妖术 联系在一起 下达了最高指令 另外一方面 其实钱农爷有这样一个考虑 就是对官场的套路 对官场的这种疑虑 对吧 特别是钱农爷认为 这些汉化会带来腐化 觉得这些汉族官员 他们的习性 被大家模仿 会导致腐化 这钱农爷的一个认定 越是歌舞生平 越是担心 臣子们沉浸在奢靡的生活 习惯的为 习惯的这种 为官自保 对吧 害怕自己被架空 被蒙骗 所以正好可以通过教宏案 可以整数一下朝纲 整数一下官僚机构 对吧 官僚机构就是批斗的对象 对吧 要去官僚化 于是他有了一个充足的理由 会直接插手指导办案 找一些理由 斥责一些或者是罢免一些 觉得办事不利的官员 从而能够震慑朝纲 强化个人的集权 所以正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钱农爷就继续发指示 对吧 指责一些办案不利的官员 然后让一些玩忽职守的罪名 这个去查办一些重要的官员 比如说两江总督被查办了 还有一些巡抚 江苏的 安徽的 浙江的 乾江的巡抚 都被革职 当时钱农爷最看不顺眼的是山西的巡抚 叫苏尔德 钱农爷认为他长期在江南当官 沾染了很多汉人的奢靡腐败的坏习惯 而且在教鸿案中一拖再拖 一怒之下 趁机就把他发配到边疆 好 我们刚刚讲了最开始教鸿案的发酵 然后讲了三个不同的阶层对教鸿案的反应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个事情怎么被了结的 就是官僚内部怎么去沟通 怎么去管控的 前面也讲到了 最后收场的是要靠最顶级的官僚 两个军纪大臣 一个叫傅恒 一个叫刘统勋 这个傅恒他是大学士 这个傅恒而且他 还是钱农爷的小舅子 就是皇亲国戚了 对吧 他很早就发现 各地上报的教鸿案有很多蹊跷 漏洞百出 普通百姓对外来流民本身就很敏感了 心里就很脆弱 加上各地的老百姓 因为生活情况 可能也不是特别安全感 经常就趁乱趁火打劫 对吧 正好皇帝也愿意这个查处 所以说有一种权力的幻觉 就日常生活不是很满意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相互之间批斗 对吧 千方百计的找查 指控他们认为不爽的人 是叫红案的嫌疑人 利用这个机会报私仇 那么官府的基层官员也会踩脱上级领导的态度 而且得知钱农爷高度重视之后 为了制造政绩 不惜滥尸酷刑 驱打成招 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所以这个傅恒做了很多观察 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但是他也不好意思 在钱农爷面前直接戳破这些花招 所以他就只能够取宪救国 一方面进一步提升 中央对这些案件的重视程度 另外 也要求地方把这些涉嫌的犯人 押送到京城 由他们由军纪大臣和皇帝直接审问 最后 这些犯人被押到京城之后 很快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些人都基本上是乌合之众 各种三教九流 而且很多都是被明显的 寻衅逼供了的 很多已经被折磨到奄奄一息 而且很多地方上的口供和卷宗 都是各种前后矛盾 一看就知道是做的假 基本上就是地方官员为了揣托胜意 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 那么刘统勋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刘多国老爸 刘庸德老爸 也是一个汉族官员 所以你看一个汉族官员跟一个皇亲国戚 大学士 相互之间力往狂来 这个必须得在最高层才有这样的力量 而且还要恭恭敬敬 曲线救国 唯唯诺诺 对吧 那么孔非力他大概写了这个刘统勋怎么说服 乾隆爷的 这个刘统勋玩的也是去献救国 他坚持把军机处审问叫红岸的嫌疑人的审理纪要 事无巨细的 一股脑的给钱龙看 显得非常细心周到 至少不是那种办案不利的 并且刘统勋还暗中在这些报告里面 刻意的塞进了很多前后矛盾 无法资源其说的一些细节 这样钱龙爷也不是笨蛋 对吧 他也很聪明 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铺建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呢 借着安排圣驾回京的大好机会 刘统勋最后拉上了傅恒 这两个最高级的官员 跑到陈德去面见皇帝汇报工作 刚刚讲了傅恒是钱龙爷的小舅子 是皇亲国戚 也是最宠信的大臣 所以说两个之间也是相互给力 对吧 最后跑到陈德给钱龙爷做思想工作 那么具体讲什么 这个没有官方的记载 但是大家可以猜测 就两个人应该是分析了 这个叫红案审理的一些收获 然后旁敲撤击 表达了对这个案件的否定意见 然后呢又酷口婆心的 向钱龙爷解释 这样下去会逼大于利 还是尽早收网吧 总之呢 到了11月初 过了10个月 钱龙爷回到北京后 一方面呢 借办案不利的理由 继续惩戒了一批他看不顺的官员 整数超纲 对吧 打击官僚机构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就低调 不动声色的叫停了 对叫红案的追查 闹了10个多月 这个搅和了大半个中国的叫红案 就这么消停了 所以说孔菲利他指出 就中国在古代社会 在士大夫阶层 还有一定的话语权的时候 大家知道朱元璋 当年 这个租了这个胡威雍十足 同时撤了中书审 就类似于撤了宰相 这个士大夫跟皇帝的这个关系 这个平衡就被 也被打破了 但是 怎么说呢 你遇到一个非常强权的一个皇帝 可能就像朱元璋一样 对吧 直接租了胡威雍十足 对吧 撤宰相 撤中书审 对吧 但到了清朝的时候 至少一开始 这个王权很强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清朝的王权就是很强 对吧 特别是雍正时期 对吧 集权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到了乾隆爷时期 也就只有君基大臣 没有宰相 也没有这个 这种常驻官员 君基大臣都只是那种 特别临时性的 就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皇权 最最集中的一个状态 但这些人里面 还是有汉人里面 高级官员 加上皇亲国戚 大学士这样的角色 对吧 相互抵律 最后呢 不惜一切方法 劝诫皇帝 阻拦皇帝 还要给他面子 绞尽老师 各种把戏 左右为难 煞费苦心 最后呢 钱农爷还不是笨蛋 对吧 然后最后 把这个事情 终于给了结了 就相当于中国传统政治里面 有一种软的约束力 对君王的软约束力 但不同类型的君王 有不同的情况 好 最后我们 延伸一下 就那个时候 跟现当代还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皇帝统治术 还没有达到 能够赤裸裸的 联手下沉的百姓 下沉的草根 就是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 当时还没有民族主义 这样的东西 去把这个朝根 跟这个 皇帝其实是很害怕 民族主义的 因为民族主义 那就是 咱们是一个民族 对吧 我干嘛要忠于皇帝呢 皇帝跟民族主义 本身就是相伺的 对吧 所以说当时的钱农 也还没有达到 直接联手 底层的百姓 直接联手 将来地区的那些 心怀恐惧的 那些群众 对吧 没有办法 就是上下其手 联合起来对付 那些官员 或者是 那些他者 对吧 钱农爷 他也不愿意看到 暴民风起 所以这旧政权的特点 就是普通民众 一般对政治是抱有一种 消极的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 大家知道 这个意识形态 特别浓烈 对吧 极左的极右的都有 对吧 然后国家的这个 统治术也增强了 那么那种 牙子必报的领导人 和狂热的激动的民众 往往可以结合起来 对付共同的敌人 对吧 就是现在政治运动的 一个表征 就18世纪的官僚 还没有达到 还没有受到 这样的夹击 对吧 18世纪的那些官僚 钱农爷的那些官僚 他们还没有 受到20世纪 这种统治术的夹击 那么第一个 利用民间的能量 去攻击他者的 似乎是慈禧太后 但他利用的 医和团 对付的是洋人 而不是自己的官僚队伍 而且并不怎么成功 那之后我们知道 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 成为了一种 真正的斗争艺术 可以用来抵制 各种 所谓的俯视 对吧 变成了一个工具 变成了一个民粹的工具 上下联手 炮轰官僚体制 炮轰 所谓的精英 炮轰 所谓的他者 为民除害 反对特权 亲属腐败 打倒官僚 但是呢 其实是为了权力 对吧 那么普通百姓很多 也是一种权力的幻觉 他可能也没什么权力 但他有一种幻觉 还可以抱点仇 对吧 所以说 教育案 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这本书 大家可以去读一下 我之前我在 西西福书店里面 在国内 看到这本书 但是还读了一下 中文版的 以前读的是英文版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 读一读 这确实是一本经典著作 在学术上的地位 远远高于万历十五年 微观史 对吧 然后我们回看 莫言 农夫山泉 就暂时来看的话 只是说官方啊 或者是一些机构 像做协啊 就没怎么发生 就是让这个事情发酵 对吧 还没有达到一个 很糟糕的状态 但是也是有蛮大的影响的 比如说像 这个农夫山泉这个系列 这个也是跟几十万人的 生计是相关的 然后这个股价一跌 很多岗位减薪 对吧 是会造成实际的影响的 你会发现这个民粹啊 本来是要攻击中层的 攻击官僚的 但是呢 如果攻击不到那个地方 它也会 总是有一个靶子 总是会有攻击到的人 这个后果 总是会有人来承担 这里面就是 普通的百姓 对吧 所以说是普通的百姓 跟普通的百姓 之间的矛盾了 对吧 所以说我讲了一句话 总结民粹 在某种情况下 它不仅仅是反精英 这个精英 有的时候 你虽然反它 但是你攻击不到它 或者是你把精英给认错了 对吧 本来该你攻击的精英 你没有攻击 你攻击的全是那些 只是写点文章啊 然后传播点 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 别人处世的一些东西的 你把它说是公知啊 之类的 对吧 但是你攻击的对象 其实啊 就是那些 最手无缚击之力的 普通的民众 好 今天就讲这么多 叫魂